哈里王子备受争议的回忆录备胎,虽然被吐槽无数,但奈何挡不住人人爱八卦的好奇心,销量曾一路上扬,不仅成了年度畅销书,还让他和梅根传的盆满钵满。 据外媒报道,截至目前,哈里单凭着这本回忆录已经赚了近1700万英镑。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银档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回忆录里,哈里对家人心狠,对自己也没留情。 从女王奶奶到父亲查尔斯三世,继母卡米拉王后,哥哥威尔士亲王威廉王子,嫂子威尔士王妃凯瑟琳,三个小侄子乔治王子,夏洛特公主和路易王子,甚至是他最爱的妈妈戴妃,一个也没放过。 为了钱,这位38岁的前王室成员可是李子,面子都不要了。 自己的隐痛,不光彩的初次经历,甚至是和妻子,前美国女演员梅根,马克尔的私密剧情,哈里都拿来换了钱。 在哈里眼里,女王奶奶是个有仇必报的人。 当年女王大伯爱德华八世为娶新普森夫人退位,导致无心英国王位的女王父亲乔治六世被迫上位。 繁重的工作,艰难的岁月,再加之不怎么健康的身体大大,缩减了乔治六世的寿命。 女王对此一直无法释怀,以致温莎公爵夫妇在外面逍遥大半生后落叶归根时,女王再次将其流放。 女王把爱德华八世和新普森夫人的坟墓,与其他人分开得远远的,放在一棵倾斜的梧桐树下。 事实上这是对他们的最后一次流放。 父亲查尔斯三世是不忠诚的丈夫,这点无可厚非,无能的父亲自私又懦弱,还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儿子之上。 而最让哈里厌恶的是,查尔斯曾经质疑过他的血统,甚至还对他开过拙劣的血统玩笑。 除了这些,哈里还起人忧天地担心威尔是三小只的未来。 作为乔治王子,夏洛特公主,曾经,最亲爱的叔叔哈里预言,夏洛特公主或路易王子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自己被胎。 对于这些曾经的家人中的每一个,哈里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怨恨。 而对于自己口口声声的,深爱着的妈妈戴安娜王妃,哈里也能毫无顾忌地在书里谈论他与皇家骑兵军官詹姆斯·休伊特的婚外情。 然而,单单靠卖家丑,抱隐私,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尽管哈里这一次赚得盆满钵满,但也落得了一个骂名满天飞。 备胎,一出版,这位摇摇欲坠的苏塞克斯公爵在英国的民调率直接成断牙式下滑。 随后,在一项喜欢他们的美国,哈里和梅根的受欢迎程度也是以直线下滑的速度下跌。 众所周知,大多数美国人对女王和英王室都有着迷之崇拜和热情。 据悉,2018年5月19日,有2900万人凌晨起来观看哈里和梅根的婚礼。 而近日有数据显示,68%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崇拜已故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之前的数据还要高。 多年来,有无数的,美国,仍希望他们终能有人渗透到王室内部。 所以,当梅根成功嫁入英王室的时候,很多,美国,人都为此激动不已。 哈里和梅根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也达到了空前的高。 而在Mexit之后,崇尚自由,独立的美国人更是对两人崇拜不已。 美国,媒体关于两人的报道也多是奉承,甚至有些谄媚的。 可是,随着哈里和梅根的自私,贪婪逐渐暴露于人前, 美国,公众和媒体对他们的态度也在慢慢发生变化。 直到哈里回忆录的出版,人们的态度彻底发生了变化。 据《太阳报》报道,美国人因为哈里和梅根透露太多,而变得越来越不喜欢他们。 近日,新闻周刊的调查发现,近一半的美国人,44%认为哈里王子在书中透露了太多家庭私人对话的细节是错误的。 来自康涅迪格州的作家帕特里夏,巴达加维表示,我不喜欢这种所谓的真相,因为它是一种过度分享。 另有网友表示,虽然我买了哈里的书,但我不得不说我为此感到非常尴尬。 他们的抱怨让人感到无限尴尬,而这种尴尬,绝大部分买了回忆录的人貌似都有同感。 有网友表示,他们拥有了那么多特权,却还在抱怨自己的房子小,不能穿某种颜色的衣服去参加活动,这真是太让人尴尬了。 与甩锅小能手梅根又坐不住了。 在消失了一段时间后,苏塞克斯公爵夫人终于重出江湖了。 周五,前美国女演员通过好友发声,她曾对哈里决定出版回忆录是否是正确的这件事表达过担忧。 梅根方面的一位消息人士告诉媒体,媒体通,梅根曾对这本回忆录表达过温和的担忧。 这位消息人士说,写回忆录,是她,梅根,解决事情的方式吗? 很显然,不是。 但她将与她站在一起,永远支持她。 换言之就是,我,梅根,可没让她,哈里,这么做,但,作为妻子,我能做的就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她。 这位消息人士也解释了哈里为宣传回忆录东跑西颠时,始终不见梅根的原因。 她说,她绝不会参与到这个对哈里来说具有重要个人意义的项目。 这是关于她自己的生活,也是她自己的旅程,更是她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 不得不说,梅根铁青的本事真是一流啊。 钱都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哈里所做的坏事跟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而另外,据王室研究专家分析,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的网飞纪录片后, 一位著名的肢体语言专家认为梅根·马克尔掌控了整个节目。 去年12月,哈里王子和梅根与流媒体巨头网飞合作推出了同名, 哈里和梅根,六级纪录片,两人在片中对英国王室的各种说法引发了争议。 哈里和梅根与王室的关系,在2020年1月退出公职并搬到加州蒙特西托后,变坏了。 路易斯·马勒博士研究了这对夫妇在网飞纪录片中的一些关键时刻, 并强调了他们在美国电视节目《早间秀》中出现时的一些观察结果。 从两人分别接受采访和一起接受采访时的肢体语言来看, 他说哈里完全被梅根迷住了,而这位前女演员则装腔作态。 马勒博士说,当他们并排在一起,我看到一个男人完全被他迷住了,疯狂地爱着他。 我看到的同时也是一个玩弄感情的女人。 我看到一个女人做了很多呼吸,很多呼吸,因为她说, 当时我们在帐篷里,灌木丛里有一头大象在沙沙作响,她说他会保护我。 马勒博士说,对不起,如果丛林里有一头大象,没有人会保护你的。 这位肢体语言专家还表示,苏塞克斯公爵夫人对这段爱情故事的描述非常戏剧化, 同时声称哈里对妻子的反应表明她非常沉默寡言,而她在掌控一切。 这段视频是两人第一次约在伦敦苏活区的迪恩街76号见面,但哈里王子迟到了。 梅根解释说她不明白她为什么迟到,然后哈里插嘴说她第二次约会迟到了。 这位肢体语言专家评论道,这个故事展示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关系,因为她迟到了半小时, 她说,好吧,我不能容忍这样,这是不合适的行为,所以我提早离开了。 然后哈里说,亲爱的,我能说出来吗,她很小声地说,实际上你第二次约会迟到了。 然后梅根说,是的,我必须洗个澡。 马勒博士还讨论了梅根试图重现拜见女王时行驱稀里的不适和尴尬时刻, 这在一些王室粉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纪录片的第一集播出后,梅根重现了她第一次见到丈夫已故祖母的时刻。 梅根坐在哈里王子旁边,向镜头讲述了她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第一次会面, 并重现了她对这位已故君主行驱稀里的情景。 这位肢体语言专家总结道,整个关于行驱稀里的故事都是不尊重的。 我认为那一刻哈里肯定很尴尬,这是她为数不多的尴尬时刻之一, 我认为她应该更尴尬。 哈里入戏太深,被梅根·马克尔彻底洗脑了。 在纪录片里,哈里针对英国王室是自掘坟墓,不留一点情分。 最过分的是把梅根和戴安娜王妃相提并论, 说梅根和母亲一样的善良伟大, 真的是在玷污戴安娜王妃的仪式英明, 英国王室出了哈里这样的人物,真是王室的不幸。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